爱又重处努力 也口似也甜蜜 悄悄地在心底 说一万遍我爱你爱你 借我的勇气 慢慢散在心 一步步走向你 给我爱的魔力 我都似乎有余 甜蜜花在嘴里 谁告诉你我爱你爱你 随便激机 还想改变的勇气 都是因为你 哈喽大家好啊 今天再给大家推荐一家咖啡馆 带父母来的 以前也拍过 因为跟大家说过了 最近都带父母来一些 我认可的觉得不错的咖啡馆 带他们也体验一下 所以说虽然我探店 可能也有上百家 一两百家的那种探店的视频 那么真正其实我认可的 那些咖啡馆或者餐厅 也就十几二十家吧 那么所以说 最近你们看到的视频 凡是我拍出来的 如果是二刷的 那都是相当不错的啊 那先给你看一下 这个整体的环境啊 呃 这个咖啡馆 好像是某个度假村的配套 我不确定啊 它叫Jone Coffee 然后呢 那个说实话 它会离市区有点远 如果你从宁曼路 或者塔佩门啊 那过来的话 大概差不多十公里出头一点 很多牛Grab打个车估计 150泰铢以上是要的啊 但我觉得这家 环境真的很不错啊 就是 呃 虽然它现在好像就是有一点点 怎么说呢 就嗯 维护的一般 但是啊 它整体的大环境是好的 所以说是非常值得 就是大家来拍拍照 吃吃东西 那当然啊 它吃的东西 说句实话就 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的 就是很普通的那个食物啊 然后呃 品质就马马虎虎吧 然后价格偏贵一点 但是我们也知道 就泰国很多这种咖啡馆 你就不是呃 真的以品贱食物为主的啊 就也不说它难吃啊 就很一般 还是环境 就你们看到没有 就我这个呃 有相机照拍下来的环境就是 其实是一个很充满野趣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咖啡馆 它的花园啊什么很大 然后也挺有点自己的特殊的那种设计感嘛 就就不是那种很Fashion的那种时尚的设计 但是很有点古朴的那种味道的 而且在咖啡馆人比较少就比较安静 你知道吗 就你很好拍照 而且它有设计不少的那种拍照的这些地方 像这儿啊 这儿啊 其实拍照都还可以啊 然后点餐是在这儿 然后它的就餐环境呢也不错 就怎么说呢 就呃 这个是说不上环境特别好 但是你在这儿可以看到那个就平和啊 我觉得也挺好 然后这个刚才是个比较一般的作为啊 然后主要的那种用餐具是在这儿 有几个不错的那种宝座 然后基本上就是被这棵大树吧 对吧 有那种遮着的 呃 就不会很热啊 像我们现在这季节啊 甚至有一点点小好的凉意 然后我们今天是有坐在这儿 菜我已经先点了一些了 呃 价格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属于那种中上略贵一点点的啊 都基本上都是一百几十泰铢 当然我说的是以轻卖的物价啊 如果你是泰国 哦不 以中国的物价来讲 那其实也就一一般嘛 就甚至是那种偏低的啊 毕竟他的环境还不错 然后他是坐落在这平和边的 像是照的那些作为 其实真的是很适合你一个下午那种休闲的 当然 我不知道太阳待会是从照过去呢 还是照过来 如果往那儿走的话 照会有点晒 如果往后面走的话 其实就还好吧 嗯 就很安静 你在这可以想到很宁静的一种氛围 你能听到吗 一些那种 不知道哪里来的那种鸟叫声 我也不知道是有什么鸟 然后看看这个平和 然后呢 现在应该算是干净嘛 所以这个水位已经有点低 看到没有 有远处的摊摊子都叫什么 也不叫沙滩 反正摊土吧 都已经有那露出来了啊 然后如果是呃 那种下半年啊 就就是来的话 比如6月7月 他的水位会更高一些 然后水会更好看一点 其实也还行啊 现在 嗯 然后整体反正他的一些 这种装饰的东西 我觉得都有一些他自己特殊的味道的 跟很多其他一些咖啡馆也不是很相似的啊 其实最主要一点就是这儿人少 不像有一些靠近市区的网红咖啡馆 有些确实不错像乌咖啡什么的 但人真的太多了 然后像是这种焦区一点的咖啡馆的最大好处就是 环境环境取舍 然后人没有那么多啊 那我们今天几乎是包场了 这么大一咖啡馆 我看现在只有我和我父母三个人 有人想问夏娃姐去哪里吧 夏娃姐今天去那种做脸了啊 你们大家知道去清卖的那些一些那种美容啊什么的 这个性价比蛮高的啊 那他今天去那种给他脸处理一下 我们待会再看看他知道的一些吃的啊什么的 就简单看一下啊 我是蛮喜欢这个环境的 那些竹子啊 这些大树啊 长得真的非常好 所以你要在中国像是这种树都很贵是吧 在泰国估计也很贵 这里吃的东西也不多啊 基本上都是些减餐的东西啊 炒饭炒面啊 泰式的或者一些薯条啊 鸡翅 真 嗯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进步 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他的吃的东西挺一般的 我觉得现在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啊 就是大家不要对这个暴雨太高的气望 那这样的话可能还会得到更好的一些享受啊 这里我们就是环境消费 吃的话我最多给他六分七分 但环境的话我觉得可以到九分以上 谢谢大家